我们今天接种很多这些科学东西 我们看到见闻记 能在这个里面体会到 才能把它说清楚 讲得清楚 虽然说清楚说讲清楚 只是贴近 还是各一层 那一层必须你自己悟 任何人帮不上忙 佛来跟你说也没办法 佛来跟你说也只能说到这个样子 说到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你真正要想欺如境界 证悟不是告诉你 放下就是吗 果真能够生活当中 你每天吃饭 不要再计较这个菜那个菜了 不要自己计较味道了 穿衣服什么都可以暖了就可以了 不要自己挑剔了 你习气嘛 你烦恼习气嘛 这种执着嘛 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怎样可就麻烦了 要学大乘菩萨了 自在随远 任何居俗都没有 什么都好 没有一样不好 人做好事好 人做坏事也好 人享福很好 人在地狱受罪也好 地狱受罪是 削业障嘛 他有那么多业障 一定要到那边削嘛 削掉不就好了吗 怎么不是好说呢 然后才晓得 是发觉原来是平等的 这个楞严经里面 焦光大师讲 写是用根 就是用六根的根性 根性是见闻就知 不是受想心事 也就是受想心事 是旺行 见闻就知是真心 明了的时候 见闻就知就变成受想心事 觉悟的时候 能把受想心事的时候 放下的时候 让见闻就知现起 那叫转时成之 换一句话说 见色闻声 不要知足 你就不用 莫纳 不要分别 不用意识 不要齐心动念 不用阿勒也识 禅宗 你们参禅 什么叫参呢 立心意识 叫参 心意识 知道了吧 阿勒也识 奇心动念 莫纳是执着 意识是分别 不分别 不执着 不齐心 不动念 就是立心意识 立心意识 叫参 所以研究教 不用心意识 叫参就 用心意识 叫研究 研究跟参就不一样 参就会见信 研究不能见信 那用研究呢 佛法就变成哲学了 变成佛学了 立心意识呢 那就学佛 真能成佛 用心意识的时候 不能成佛 这个一定要知道 用心意识 实在讲 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因为六道轮回是心意识 变形出来的 下面说 立虚妄差别之相 故约无相 就是我刚才讲的意思 我们六根 对外面六成境界 通通是虚妄的 我们自己这个六根 是虚妄的 六十是虚妄的 外面境界 也是虚妄的 只要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当下就是啊 这就是无相啊 当下就是啊 并没把相去掉啊 当下就是无相 所以相 无相 这个意思 要搞清楚 搞明白 于虚妄差别住相之中 由真实平等着本体 故约无不相 当相立相 相而无相 那行是相 这个几句话说得好 这十二个词 非常之好 当下就是 一度不二啊 我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工作里面 在厨师带人介乎 要认真 要把它做得圆圆满满 尽心尽力去做 这是当下 做好了 心里面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这是理想 所以当相跟理想是同时 不是分尘年纪 这真管用啊 日常生活当中 你会生活得非常 真正幸福 美满 自在啊 工作也如是 待人介乌也如是 你会对到 得到一切人的欢喜 所以大臣教里面讲 菩萨所在之处啊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性啊 他怎么会 他怎么会 叫一切众生生欢喜性 他当相理想 立即同时 谁不欢喜啊 首先你自己欢喜 那你欢喜了 别人就看到你也欢喜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但 怀让法师在六族会能大事 会中啊 开悟的 民心健心 他健心的时候 六族 等于出题目 考他了 你健心 心什么样子 他回答这句话 摄思一无 几个钟 摄不出来 六族点头 给他印过 如如是 我也如是 给他印证啊 真开悟 不是假开悟 故是非任何事件 比喻所能生命 比喻只能比喻个方夫 绝对没有办法比喻它真实 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现在 科技发达 我们用这个电视里面的屏幕 跟影像这个比喻 比从前比喻要铁切多了 要好得多了 以前真难啊 没有这种科学的东西 我们对古大的 他不要说是证物 他能够解悟 我们都佩服到物体到底 我们今天接种很多这些科学的东西 我们看到见闻 就是能在这个里面体会到 才能把它说清楚 讲得清楚 虽然说清楚 说讲清楚 只是贴近 还是给一层 那一层就是 那一层必须你自己悟 任何人帮不上忙 佛来跟你说也没办法 佛来跟你说也只能说到这个样子 说到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那你真正要想歧入境界 正悟 不是告诉你 放下就是吗 果真能够生活当中 你每天吃饭 不要再计较这个菜 那个菜了 不要再计较味道了 穿衣服什么都可以 暖了就可以了 不要自己挑剔了 你习气吗 你烦恼习气吗 执着吗 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怎样 可就麻烦了 要学大臣菩萨了 自在随缘 任何居俗都没有 什么都好 没有一样不好 人做好事 好 人做坏事 也好 人享福很好 人在地狱受罪也好 地狱受罪是 消业障嘛 他有那么多业障 一定要到那边消 消掉不就好了吗 怎么不是好事呢 然后才晓得 是法界原来是平等的 你做了些好事 到天堂里面去享福 那是什么 消那个福报 你做了那么好事 就去消啊 你做了些卧室的消 到地狱去消啊 你看 消福报 消业障 统统消掉了 不就坚信了吗 主柜的就是方向 没有别的 所以我一生呢 我尊重老师 头一天跟老师见面的时候 他就叫我看破方向 我才知道 修行人 从初发行到如来地 修什么 就是看破方向 放下 帮助看破 看破又帮助放下 这两个方法 相辅相成 从初发行到如来地 等教菩萨 再把最后一瓶 身相无名习气放下 就圆满了 还是放下 只有放下 才能向上提神 只有明了 你才肯真放下了 你不明了 所以你放不下了 明了就放下了 我们今天所规定 把极乐世界搞清楚 明了 把这个世界搞清楚 两个一比较 咱把缩破世界放下 我就到极乐世界去吧 这个重要啊 你真的想放下妄想分别 就是说的容易 做的不容易 真难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业障 烦恼习气太重了 无量借来 累积的这些东西 哪有那么容易 舍放下就放下了 我们今天把这个身心世界放下了 那是一点点的 这是烦恼吸气的很小的一部分 只要把这个坑放下 就能往上 我们今天所规定 把极乐世界搞清楚 明了 把这个世界搞清楚 两个一比较 咱把缩破世界放下 我就到极乐世界去吧 这个重要啊 你真的想放下妄想分别 就是说的容易 说的容易 做的不容易 真难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业障 烦恼习气太重了 无量借来 累积的这些东西 哪有那么容易 舍放下就放下了 我们今天把这个身心世界放下了 那是一点点的 这是烦恼吸气的很小的一部分 只要把这个坑放下 就能往上 所以到极乐世界的时候 一定要身心不移 佛没有一句讲话 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人 话不能听 假话太多了 骗人的话太多了 佛菩萨没有一句话是骗人 这个要身心不移 一定要相信 到极乐世界 借座阿维悦智菩萨 这个话是男性之法了 所以这个经叫男性 这本经啊 男性之法 哪有什么见思烦恼 一平一段 到极乐世界能享受 七弟菩萨的待遇 阿维悦智是七弟 七弟菩萨待遇 阿弥陀佛给的 不是自己有的 阿弥陀佛给的 后面他这个 对小姐有一句话 故云凡有言说 皆无十一 因为言说 也是像 凡所有像皆是修 这言说也是修 种种表伐还是修 这个要知道 那言说要不要呢 要 对没开悟的人要 对开悟的人不用了 不需要用言说了 对六道众生 要用言语 要用表法 到四圣法界 用言语就少了 还是要用 啊 表法就比较多了 到十报状言图里面 都不需要用 不需要用 因为自己没有言语言证自信 你看 经上跟我说的 肯定不是假的 啊 极乐世界的人 每天 每天听佛说法 啊 同时 他能够分身 能分 无量 无边身 到 到 释放 祝福 国度里面去 供养佛 供养佛是修会 修福 清福受乏了 是智慧 佛会 双修啊 永远没有停止 他那个身 完全是化身 来去自由啊 在那个境界里面 我们知道 没有空间 就是没有距离 啊 念头一想 境界就陷进 就在眼前 就在当下 啊 真的 没有来去 啊 经中有讲啊 受安逸佛 国度啊 那是方便书 那是随身 俗的书 我们想象当中 难 真的 在他那个境界里 太容易了 有身体 身体 不像我们 现在这种思想 啊 他们的身体 色神 他也有色神 佛经里头 讲的一种叫 五表色 啊 什么叫五表色呢 啊 比如我们想想 啊 我们想 张家大师 我一想 张家大师 当年那个形象 哎 就在 我很清楚 你们看不到我 啊 这个色呢 就是五表色 啊 我们做梦 梦中境界也很清楚 啊 那色相 鲜明呢 可是 我正在做梦 旁边的人 说他看不到 真有色相 他看不到 啊 可是 有天眼的人 能看到 那就说明啊 这色不是假的 啊 有天眼 有定工的人 能看到 啊 我们的心不清新 妄念太多 啊 谁看不到 啊 起个念头 他就有想 像有心神啊 起念就有想啊 啊 想一个山 他就有山的想 想个树 就有树的想 想个花 就有花的想 啊 想什么 那想到现前 他怎么会不会想呢 想重新想成 真的是千变万化了 这个这个 这个 还原观念 观念里面讲啊 出生无尽 千变万化了 我当时做这一句的时候 也不好懂啊 就想想到 怎么怎么会 有这种现象 啊 我想到 小时候玩万化筒 万化筒不很简单吗 真千变万化了 出生无尽 三片玻璃 里面剪一点碎纸片 不同颜色的 啊 你永远去转 转一个星期 也不会有两个 同样相出来 那佛经上 我们自信 自信是不动 阿赖也是动 所以 阿赖也就像万化筒一样 出生无尽 变化无穷 阿赖也就像万化筒一样的 但是 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阿赖也就像万化筒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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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念头都没有 他没有分别执着嘛 我用你用是一样吗 那钱丢掉了 给那个捡到的人用 不是给我用一样的事情 有什么两样的 你说他都多快乐 那你快乐从这来的 你为什么苦呢 样样都想占有 样样都想控制 那你就苦不堪言 你错了 你迷了 助患灭尽 决心你不动 这个患是什么呢 大乘教里面讲的 三稀六粗 这是把所有一切患法 源头上就是三稀六粗 这个三稀像 很难得 现在科学他发现了 科学家告诉我们 宇宙只有三样东西 除这三样东西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三样是什么呢 是物质 是能量 是信息 这是现代的名词 佛经里面名词 名词不一样 是一个意思 佛经里面讲的叶像 阿赖也的叶像 就是将的能量 阿赖也的境界像 就是物质 阿赖也的转向 或者是见像 就是信息 又圆觉金云 作画静灭 决心不动 幻灭灭故 飞幻不灭 譬如摩镜 构镜 构镜 明信 我们看到这一段 这还是继续 是研究 研究本经的提醒 这就是说明 佛说这一部经 根据什么 来讲的 这就叫提醒 如果没有根据 它就不能够成立 根据什么呢 前面我们学习过了 一切大乘经 都根据实相 而说的 这个实相呢 用 我们白话来讲 就是 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说的全是真相 如果不是真相 那就是妄语录 所以说 这个真相 很不好懂 真相 是相 无相 是相 无不相 所有大乘经 都在讲 说明这个事实 黄老居士 在此地 又引 原觉经上的经文 来跟我们说 所以我们读了 这个注解 就等于读了 很多的经论 跟祖师大德的 这个 这个 讲解 原觉经上 这一段话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读患灭尽 绝心不动 这个患是什么呢 大乘教里面讲的 三息六粗 这是把所有一切患法 源头上 就是三息六粗 这个三息像 很难得 现在科学 他发现了 科学家告诉我们 宇宙只有三样东西 除这三样东西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三样是什么呢 是物质 是能量 是信息 这是现代的名词 佛经里面 名词 名词不一样 是一个意思 佛经里面 讲的业相 阿赖耶的业相 就是讲的能量 阿赖耶的境界相 就是物质 阿赖耶的转相 或者是见相 就是信息 你看 讲这东西 一样 但是 科学家 没有佛讲的这么清楚 这都从哪里来的 那科学家就没说清楚了 在佛法里面 这三个三息像 从哪里来的 是从自性里面来的 只有自性是真的 这都不是真的 所以阿赖耶是妄心 不是真心 可是 设法界里面的众生 这就广了 比六道大多了 六道上面 往上去 六道是个界限 一般就是 很不容易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六道轮回 就是阿罗汉 就称之为阿罗汉 阿罗汉上面 辟知佛 辟知佛上面是菩萨 菩萨上面是佛 你看 我们叫四圣法界 这四圣人 他们还是用阿赖耶 还是用的妄心 所以他不是佛 啊 释法界里面的佛 天台大师 趁他做 相似即佛 他不是真的 他用妄心 但是用的很正 用的很纯 看起来呀 好像是真佛 实际上不是 那这个真的跟妄 怎么分别呢 这些用心不一样 佛用真心 这个主要记住 用真心 真心不是这三个东西 这个要知道 真心就是用的自信 我们中国老祖宗 告诉我们 人信本善 三次经上讲的 人之粗信本善 那个信本善 是真心 那个不是妄心 那个善 不是善我的善 如果是善我的善 那是妄心的 所以这个要知道 这个善是什么 是个形容词 是个赞美的词 说不出 他太好了 他太完备了 他什么欺缺陷都没有 这个本善能生万法 他才是宇宙人生的根源 这个惠能大师 开悟了 开悟是 大车大悟 明心见心 那见心见什么 就见到本善了 见到本善了 必须要把这三种东西 叶向 转向 境界向 灭尽 这三种东西没有了 这是妄心 真心才现前 真心里头 没有物质现象 也没有精神现象 在我们 禁宗 讲仕途 他讲到最高层次 叫长级光尽土 是一片光明 变一切处 在哪里呢 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我们也没有离开 长级光 也没有离开自信 我们见不到 没有离开他 见不到 为什么见不到呢 我们六根的能力 是虚妄的 妄 缘不到真 妄 只能够缘妄 缘不到真 所以我们这个妄性很厉害 能缘到阿赖耶 就是夜向 转向 境界向 我们都能缘得到 都能够达到 就是不能达到自信 达到自信呢 要把这个东西放下 这三样东西都放下 那自信就先请 你才能见到 这个放下 不容易 说的是很容易 事实上很难 就是佛在大经上 告诉我们 奇心动念 奇心动念 是夜向 分别执着 分别是转向 执着是境界向 我们能够对于事出现 一切法都不执着了 你就等阿罗汉过了 你首先 你首先恢复什么呢 恢复清净心 你的心地一尘不染了 也就是说 你的真心 透出一部分 透出这一部分呢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所以诸位要晓得 这倒不是真的 大臣经里面唱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荒 因为它是生灭法 你看 这个一切动物 由生老病死 真的动物 真的不生不灭 西方宗教讲真神 有一点接近 但不是的 那与事实真相 还有一段距离 现在西方宗教说真神 他们的说法跟从前不一样 他说神 没有有形的这个身体 无处不在 他也学着这个说法了 这个说法呢 就有一点像佛法里面讲的 这个意思了 但是 里头还有迷雾不同 这了才是自信 迷了的时候 叫神识 佛家的名词叫神识 那我们世间人 东方人讲 讲灵魂 西方也叫灵魂 灵魂 就是转向 转向在谜的状态之下 再成为转向 觉悟呢 觉悟这三个相都没有了 所以真的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这是讲宇宙的起源 中国医学 5000多年的历史 你能不承认他吗 我的老师方东伟先生 有一次告诉我 他中医5000年的历史 西医才300年 二战当中 幸亏发明了抗生素 如果不发明抗生素 西医就没有了 他问我 你是相信300年的 还是相信5000年的 5000年呢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经得起人次的考验 他定了 行了 中国老祖宗的智慧 你不能不佩服 转向是信息 所以 这个境界 怎么个转法 他听信息的 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今天我们地球上有灾难 我们能不能把灾难化解 这样你总得怎么转 你把这个抓到的时候 你真能够转境界 转境界 小 转自身 那么对自己的身相 头一个 就是健康 怎么能叫他不生病 怎么能叫他健康长寿 怎么能叫他 这个我们身体不老化 做得老 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就做了 那么在现在讲 你心态 你心亲近 那就是长寿的想 这个容貌就放光明 你的肤色一定非常好 很不容易老化 为什么呢 你心亲近 如果到平等呢 那就更提升一级了 心到平等 那可以说你生死自在了 你真的是平等心先前 我在这个世界上 住个两三百年 没问题啊 我们中国人呢 这个这个 中国的医学中医 我的老师是很好的中医 李宾南老师 非常好的中医 他告诉我 他一生当中 给人处方治病 决定没有五一个人 他敢说这个话 他也从曾经做过司法官 他说我做司法官 判案子 是不是有冤枉人 我不敢讲 没有把握 很可能的时候 是有冤枉人的地方 但是我这个给人看病呢 从来没有 没有这个错误的处方 他有这个胆量 说这个话 他告诉我们 中医 中医不是治病 中医第一个目的 是教人长生 人的寿命 人是 这个身体是一部机器 这部机器 你要是能够 保养的很好 至少是两百年 两百岁是正常的寿命 他说你活不到两百岁 是你不懂得保养 你自己糟蹋了自己 对话说的有道理啊 这中医第一个目标 就长生啊 第二个目标呢 是防止疾病 你真正懂这个道理 说你能够防止 你这一生不生病 第三才是治病 所以这个治病 是他第三个这个目标 那治病的时候 那还得神奇了 在治病的时候 第一等老子 第一等一生 忘 不学问 看你的这个 这个色相 容貌 听你说话的这个声音 他不问 你的身体状况 他完全了解 而且是他能够判断你 你现在身体很好啊 没有毛病啊 他知道你十年之后 或者二十年之后 你会生存病 你哪个地方有问题 神奇了 这个有道理 不是什么有道理 你比如这个修理汽车的这个工人 经验很丰富 他一听这个马达发动声音的时候 他就晓得 就能知道你这个车的状况 你再跑多少公里 哪个地方出问题 你内行嘛 我们外行听不出来啊 他能听得出来 所以中医将望闻 第三才是望闻 问起 你看头一个 他一看就知道 这是治病的时候 第二等的 第二等的呢 要问 问问你 第三等的 这才把门 所以我们跟李老师 学了这些 学了这些常识 我们就晓得 这医生把门 叫三等三的医生 你看中医 第三才是治病吧 那治病的时候 你看到望 问 还要把门 这是第三的 三等三的医生 算不错了 现在这个三等三的好医生 都不容易遇到了 这是我们 我们要晓得 心态 主宰一切 这是佛法里的 有理论根据 你把心态 也转变 你内心 有病的那些 病的细胞 统统可以恢复正常 如果心态不好 你看彭新大夫 跟我们分析 他讲 他讲 武藏 仁义离之心 这五个字做到了 你就不会生病 不仁 得的是肝病 不义 得的是肺病 无礼 得的是心脏病 他都对应的 这是中国的医学 中国医学 五千多年的历史 你能不承认他吗 我的老师方东伟先生 有一次告诉我 他中医五千年的历史 西医才三百年 二战当中 幸亏发明了抗生素 如果不发明抗生素 西医就没有了 他问我 你是相信三百年的 还是相信五千年的 五千年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经得起人次的考验 他定了 行了 中国老祖宗的智慧 你不能不佩服 经典里面所说的 诸法摄像 他们真的 你想经常讲的 这些东西 佛说 谁能够看到 能证实 八地上 菩萨有阶级的 八地 九地 十地 十一地是等于 十二地 就是佛 这五个层次的人 清清楚楚 明明的 七地以下都没正德 没正德 只有听老师的 你努力把自己的灵性向上提升 提升到八地 你就证得了 不执着 我们常常讲 从哪里下手呢 从放下对裂下手 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的 我们从真 决定不能跟人对裂 他跟我对裂 我不跟他对裂 我再要跟他对裂 那你这佛法里就寸步难行 不跟一切四对裂 不跟一切万物对裂 你的信量就扩大了 你就能保容了 这是初解 首先要放下的 对世出世间一切法 不能有控制的念头 不能有占有的念头 你有控制的念头 有占有的念头 这是你所有一切烦恼的根本 诸幻灭金 刚才讲了三细像六粗像 从三细变成六粗 三细像是太微细了 很不容易发觉到 所以今天枯雪能够说得出 这个能量 物质跟信息 我们不能不佩服他 非常之难得 科学还是要向上提升 我们也希望科学家 能够明心见心 但是明心见心 必须要把起心动念 分别指责放下 如果还用这个 用这种心呢 就用旺心 旺心只能到 阿赖耶就是尽头了 他没办法突破了 是诸幻 尽灭 我们学佛 功夫就用到此地 首先他是有此地 也有难易 首先从执着 决定不能有执着 有执着 你头一个关口 不能突破 这就是六道 六道也不是真的 你只要把执着放下了 于世处世间 一切法不执着了 不执着 我们常常讲 从哪里下手呢 从放下对劣下手 这是我常常 劝勉同学的 我们从这 就是 决定不能跟人对劣 他跟我对劣 我不跟他对劣 我再要跟他对劣 那你这佛法里就叫 寸步难行 不跟一切 四对劣 不跟一切 万物对劣 你的信仰就扩大了 你就能保容了 这是 粗解 首先要放下 对世处世间 一切法 不能有控制的念头 不能有占有的念头 你有控制的念头 有占有的念头 这是你所有一切烦恼的根本 这个要在世上下功夫 你才能得清净心 你的清净心有限前 清净心现前 那非常快乐 就发喜充满 你看 能语头一句 这孔子说的 学而实习之不亦悦乎 你把你所学的完全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待人节物 那个心里的喜悦 这个喜悦不识外头的五余六成刺激 内心的喜悦 就往外流 佛法一如实 你真正能把这些烦恼习气放下了 你心多么自在 多么清净 所以头一个就是修清净心 清净心得到了 六道就超越六道了 你成阿罗汉苦了 再进一步呢 放下分别 不但不知足 分别都没有了 那这就提醒为菩萨了 最后不起心不动念了 那叫成佛了 所以佛 菩萨阿罗汉 是佛家修行三个阶层 名称 就像现在学校三个学位名称一样 最高的现在学校就是成博士 其次的成硕士 学士 阿罗汉就是硕士 菩萨是硕士 佛是博士 它是学位的名称 可不能弄错了 所以今天的时候 这佛教弄成宗教啊 我们的罪过啊 佛弟子的罪过 怎么能把它沦为宗教 释迦牟尼佛一身教训 你细心去看看 它跟宗教不相关了 可是现在真的变成宗教 你不能不承认它 它是宗教 我们对不起老师 释迦牟尼佛的身份 是职业老师 跟孔子一样啊 孔子教学在五年呢 释迦牟尼佛教学是一辈子 四十九年 三十岁 大车大物 名称兼称 开始教学 七十九岁走的 讲经教学四十九年 他告诉我们 释出时间所有的问题 用什么方法解决 用教育 你只要把人叫九五了 帮助他破迷开悟了 他这一开悟 他就能解决问题 就智慧能解决问题 知识不行 知识解决问题是有局限的 而且有后遗症 智慧没有 智慧没有边际 决定没有后遗症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准备 尼 陀佛 一定 艺